中共开国将领之子杨延 8月份的时候中共有重大变化 超过奥运会俄乌战争以哈冲突 是真正的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枪 习近平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有以下绝对的证据 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 答习近平两个错误 答非所问 笑翻全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于习近平健康与否的传闻 甚至是他现在人生是否安慰的传闻 甚嚣尘上不断的在发酵 而最近中共开国将领 也是前中共的北京军区的司令员 杨勇的儿子杨小平 网名叫做文家士 现年81岁 在中国的微信当中就发了一篇文章 暗示中共当局正在经历 真正的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表 是有关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 种种传闻在互联网当中持续的发酵 近期从中共的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受到质疑 再到其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的曝光率 显著的下降 外界关于习近平可能出世的传闻 愈演愈烈 而近日中共的前北京军区司令员 杨勇的儿子杨小平 网名叫做文家士 现年81岁 在中国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发布了信息 暗示中共领导层可能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 杨小平在信息当中提到 本月内也就是八月之内将会出现超过奥运会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委内尔拉和孟加拉局势的重大中国国内的新闻 并且称此事件将成为真正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枪 最近的网络消息表示 习近平因为健康的问题至少大权旁落 另外还有互联网当中流传的一份最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 显示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将接替中共总书记 以及中国的国家主席 而中共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将担任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 而习近平在中共的官媒上出现与否 已经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共政坛动向的一个风向标 最近的两个星期 中共的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网 还有解放军报等些主要的党媒对习近平的报道都明显的减少 以8月10号为例 当天新华网刊登了一篇关于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文章 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标题当中 人民日报当天的头版头条则聚焦于天津的历史文化街区 尽管文中提到了习近平 但是标题当中没有看到习近平的名字 正文当中也仅仅只提到了三次 环球时报则将俄乌战争作为头版头条的主题 而当天晚上中共央视的新闻联播的头条 同样没有看到习近平的名字 与此同时 中共的党媒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文字报道的数量增多 图片的使用也有所增加 而视频报道则相对的减少 不过对于习近平出事与否 美国之音今天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邓玉文的文章 做了一个具体的分析 作者从三个维度来反推了一下 如果是习近平真的出事了 中共当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呈现出来 这是来自美国之音 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邓玉文的文章 作者表示 自中共三中全会开始 有关于习近平的传闻就不断的延烧 先是他中风替身出场 其次就是其亲信外出视察 讲话的时候 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一些宣传画把他的画像给拿了下来 再其次就是中国的铁路部门 和中国的外交部门休假两周 动作相当的不寻常 而最新的传言是北京发生了军变 习近平在北戴河被逼辞去总书记和主席 临时权力班子组成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力图从西之末节来印证习近平出世了北京政局诡异 中南海很不太平 作者表示 谣言反映了某种人心向背和心理现实 许多人翘首期盼习近平出世 以结束他十多年以来的政治高压和荒唐的统治 作者说 他对谣言的看法是在人心浮动的历史转折关头 对从事反动运动的政治人物来说 可以利用谣言达到某种目的 比如扰乱当局人心 让天下苦息已久的人们觉得变局就要来到了 也让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一种统治正在松动的错觉 谣言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这样的政治功能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反对运动的人物自己要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 造谣或者是传谣只是打倒当权者的一个工具 切勿旁观者没信自己反在自己制造和传播的谣言当中不能自拔 这样就很有可能会一物反对运动 不过严肃的政治观察分析和评论 对政治谣言就需要采取一种和反对运动有别的态度 虽然也不能够忽视谣言本身及其传播的效果 但是谣言毕竟不是事实 也不能够代替事实 如果根据谣言去判断时局 进而采取相应的避险的行动 多半会适得其反 作者说有人会反驳 怎么知道谣言不是事实呢 确实 专制政权的权力运作和政治事物都高度的不透明 很难找出事实根据来证明谣言不是谣言 虽然不易找出直接的证据来否认市场流行的谣言 但是可以用反推的方法来假定谣言为真 按照政治现实该有的逻辑 接下来它大概率会发生什么 却没有发生 进而判定谣言只是谣言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 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时下的复杂的证据和动向 作者说按照这种方法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检视和评判 围绕习近平的政治谣言和北京的证据 第一个角度就是北京街头是否出现了异样的变化 安保的力量是否突然的增加 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或者中南海发生了政变 导致其权力被剥夺的情况 北京的街头不能没有一点反应 最起码会加强维安 甚至很可能会宵禁或者是戒严 海外社交媒体对于军变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而中国国内的舆论也有一定的传播 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出现的话 当然是中国政局的大变动 即使高层出于维持社会大局稳定的考量 也一定会增强北京的安保力量 以防习近平在党内军内以及民间死党的反扑 另外高层内部对事情的处理也做不到完全的意见一致 肯定会有人出于特定的目的将习近平出示的消息给捅出来 要做到对社会完全封闭消息在目前的信息化时代是不可能的 一旦民众了解到习近平被夺权 恐怕北京的街头就会放鞭炮来庆贺了 但是从报道和社交媒体来看 北京市面上还像是以前一样 表面上一片太平 没有任何异样的变化 第二个角度就是中国政局是否出现了异动 媒体宣传的基调是否有大的变化 外交是否有明显的动作变化 以及和美国的关系 作者说从中国的政局来看 如果中南海真的发生了大事 习近平被夺权 即便是高层暂时能够向社会封锁真相 他的政局安排包括对外事务以及官方媒体的报道 也会出现变化和调整 但是这些信号通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 中国铁路部门放假的消息 现在能够查到的 是从网易当中传出来的 这个消息的来源本来就可疑 因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其他的媒体不会没有报道 现在网易的信息被删除 只能够假定网易的某个博主 根据中国铁路部门的某个信息 编出了这个帖子 而不是正式的新闻报道 即便是铁路部门也放假 根据现在传出来的信息 也只是正处级干部集中轮休两个星期 这和一些人猜测的铁路部门有某种军事行动 是相当牵强的 因为即便是有某种军事上的行动 和有没有正处级干部集中轮休 关系都不大 另外作者说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倒是宣布了放假两个星期 但是他说的是中国外交部例行发布会放假两周 舆论把它解读为中国外交部放假两周 是不准确的 例行发布会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放假 至少去年已经有了先例 只不过去年没有正式的宣布放假 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来看 这段时间活动确实减少了 但是外交的调子和策略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按理来说 习近平被夺权了 他和西方搞砸的关系要有所修正 中国的外交会在这个方面有明显的动作 然而中国外交部8月9号 还是发布了批评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白皮书 而王毅在11号的时候 在同伊朗的大外长通话当中 对方也提到了习近平的名字 另外中国的国务委员陈怡勤 在11号的时候 则以习近平特使的身份 出席了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 另外中共的官方媒体 在北戴和休假期间虽然没有习近平的报道 但是并不表示他的名字就在媒体当中消失了 中国各大新闻媒体的官网以及商业网站当中 习近平的新闻合集和天天学习之类的栏目 依然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新闻报道评论和学者文章 里面依然有习近平的名字 包括了中共的要员 习近平的亲信 在发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的文章当中 依然不忘说习近平如何如何 比如中国公安部的部长王小红 和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分别在8月8号和8月9号 在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当中发文 依然是语不离习 中共的解放军报在11号的头版头条报道当中 依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 而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 在11号发布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以及对奥运中国代表团的贺电 也提到了习近平的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者表示很多人并不理会官方媒体 对习近平的宣传形式和力度 没有丝毫变化和减弱 或者一概认为这是习近平被夺权之后 高层出于维稳的考量 他们太想从这些谣言当中 寻找习近平出事的一临半爪的信息 但是对证据的判断来说 显然是走偏了 事实上习近平没有出现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当中 不是第一次 不说他去北戴河休假 即使他做的每一件事 并非都要上新闻 很多日常在办公室处理的事情 或者不想让公众知道的会议 就不会报道 过去如此 以后还会如此 作者说 第三个角度就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和情报机构 对习近平的身体状况 或者是中共政局传闻 是否有炒作放出消息 如果觉得上述的两个角度 还不好来准确的评判的话 也可以从国际媒体 尤其是有一定市场公信力的西方媒体 以及国际情报机构来看一看 他们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消息报道 假使习近平的身体状况真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习近平被夺权了 很难想象高层不会向美国驻华使馆来通报 即使没有告知 美国和西方的情报机构也不会不知道 不会不把消息泄露给媒体 连网民都可以对照中共官方媒体的影像资料 去寻找习近平有病的证据 那国际情报机构不会不去做 他们可比网民要专业的多 全球的媒体都会跟进大肆的报道 但是外界并没有看到国际情报机构来放出一些信息 也没有看到西方的主流媒体来报道这种事 可见从以上的三个角度 对目前关于北京政局的各种谣言不难判断真假 退一步来说 即使习近平的中风是一个事实 也动摇不了他对权力和政局的掌控 作者最后表示客观上来讲 由于当局这些年以来强调所谓国家安全和政治的保密性 增加了政局判断的难度 而谣言的分支踏来 更让人对北京的政局有一种扑朔迷离之感 许多人因为受到习近平统治所累 希望看到他倒台 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相信谣言是可以理解的 且他的倒台从历史的趋势上来看 必定是一个事实 但是现在还不是这样 所以严肃的政治分析和评论 还是要区分想象和现实 对中国的政局 尤其是高层权力斗争 要有冷静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以便更好的为各类市场主体 包括政治反动运动 来提供行动的依据 作者说这是一个不轻松的任务 要求观察者了解中共的话语体系 权力运作 还要有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同时依赖一定的经验 并且克服自身价值观的诱惑 尽可能少的把个人对政权的好恶 掺杂在观察的对象当中 要同时做到这几个方面很难 但值得去做 在8月10号的时候 中共已故的前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 高志凯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就被问及到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问他秦刚现在在哪 高志凯表示他跟秦刚是20多年的好朋友 不过他现在不知道秦刚在哪 在主持人的一再追问之下 他说可能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 但是他不知道 而面对习近平是否是独裁者 中国是否真的有言论自由等些问题 高志凯的回答 故左右而言他 让全场的观众是哄堂大笑 专访当中有嘉宾提问环节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高级分析员 现流亡英国的旷送情 对高志凯提问说 作为一个香港的意见人士 知道他在香港不能够自由的表达 在英国也担心其他人受到牵连 他说你刚刚说 中国有言论自由 也可以批评中国政府 那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言论自由 通过告诉我们 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当中 两个最严重的错误 如果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展示 可以批评习近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 或者只是说习近平有点像维尼小熊 对我来说也很满意 谢谢 而当时高志凯的回答 却是中国应该如何的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主持人又再次问 你认为习近平应该为此负责吗 高志凯赶紧改口 说这是整个政府的错误 而高志凯的回答 顾左右而言他 只字不提习近平 让提问的旷送情 以及现场的嘉宾都笑翻了 接下来主持人哈桑表示 他认为中国没有自由 提到中共的前外长秦刚 以及中国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等些高官失踪的事件 他们随后被以贪腐的问题来处罚 高志凯回答说 秦刚是他超过20年的好朋友 那主持人马上就问 秦刚现在在哪呢 高志凯说 他卷入了贪腐案件 主持人再度的追问 秦刚上哪去了 高志凯回答说 他在被迅速的处置 主持人最后一次追问 秦刚去哪了 他是你的好朋友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高志凯称 也许他生病了 他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你永远不会见到他 而之后主持人还问 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高志凯回答说 不是 而主持人说 但是选票上 只有习近平的名字 高志凯却说 当查尔斯继承了国王 选票上 也只有一个名字 主持人表示 你问错人了 我支持废除君主制 高志凯说 他非常清楚 你不能在英国反对君主制 主持人表示 我刚才就反对了 你敢在中国说这些吗 高志凯说 你要了解中国的体制 主持人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